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友善知恩知报恩等 随顺意傲 种种百法皆喜成就 这是第五大课 缴奋相应增上慧珠 这一大课里面有分十三课 现在是第七课 随顺意要功德龙胜 友善知报恩等 就是这位菩萨 应该是第四课 出及其第二课 第三发光的 是阎慧的 这个阎慧的菩萨 他善知恩 他善巧的 其实善巧就是智慧 知道三宝的恩德 佛法生的恩德 要是自己每一天 有读波尔经的话 你心里面会感觉到欢喜 你要是修指观的话 你读波尔经 对你的指观也有帮助 要是见佛文法 那是更明显的了 所以能知道恩 知道佛菩萨 知道三宝 对我们的恩德 知报恩等 也会知道 怎么样来 报答三宝的恩德 好 随顺义药 种种百花 因为得到三宝的自卑 自己 这个道力增长 也就会有殊胜的义药 这个义药 这个义药 里面有信解的意思 我对它有信心 里面还有理解的意思 理解就是智慧的 同时里面有怨的意思 有信 有愿 有慧 有这么多的含义 就是随顺他自己的信愿 种种百花皆喜成就 就是各式各样的清净的功德 都能够成就了 就是肯这样努力的修行 而成就了 看这个疲讯记 有善知恩等者 《斯蒂经》说 是菩萨如是称知恩心 知报恩心 《斯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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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菩萨 在他内心里面 能够成就 知三宝的恩德的 有这样的思想 也知道报恩的 也有这个思想 《斯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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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位菩萨 他在第一地那里住 他心里面 没有贪嗔痴的烦恼 所以大家同住在一起很安乐 他自己住 安住在第一地那里也是安乐 和别的同伴行者在一起住 和别的同伴行者在一起住 也是很安乐的 执心 原心 心特别执 而没有弯曲 就是很诚实 原 原就是有缘 无仇林心 这个仇林是什么 就是烦恼 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很多 就像仇林似的 而这位 这位修行人 这位菩萨 无仇林心 他没有烦恼的活动 没有这些事情 无有禅曲 这个禅曲就是心不知 表面上很和落 他内心里面有其他的动机 这是实灵人很难建立信心的 而这位菩萨没有禅曲的事情 无有恶慢 他也不会自己很高慢的 没有这种心情 没有这个慢心 但他这位菩萨已经到达了圣位 见地异地了 他的境界是很高的 他的心不高慢 这是不容易 自己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高慢的 反倒会高慢 而这位菩萨是很有道德 但是他不高慢 善受教诲 这位菩萨 他能接受别人的教诲 别人对他的教诲 他能接受 这也不容易 接受别人的教诲 是个很难的事情 就是他不要说他是很纯洁 就是有了过失也不接受别人的教诲 这是恶所太厉害了的关系 而这位菩萨那么高的境界 他能接受别人的教诲 当然教诲也不是平常人 得说者义 他能够 认识到 同他说话那一段话的正义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也有这个困难 就是你对他说这一段话 他不能得到那一段话的正义 就是弄偏了就误会了 因为这个事情 而这位是圣者 他没这个事情 得说者义 如是善心成就 前面说的这么多的善心 知恩心 知报恩心 转由和同指安乐 执心 远心 无愁临行 无有禅曲 无有恶慢 善受教诲 得说者义 这都是好心 这么多的清净光明的想法 成就 成就 这么多的好心都成就了 如是寂灭心成就 前面说的这个 是说这位菩萨 他是 他的心 他没有入定 他这个时候的心是在世俗地上活动 都是这样庄圆的 现在寂灭心成就 就是安住在第一地 离一切分别像 安住在第一地 心里面没有分别 是 说离一切像 就是心里一部分别 所以心里也没有像 有心 有分别心 他就有所分别的像 现在心情寂灭 就是离一切像 就是离一切分别了 那这是圣人才能有这个境界 要是我们能够能降服自己 肯努力静坐 心也能有一点寂静住 但是不能说是无分别 但是那点寂静住 也还是由努力中来 你不欢喜努力地办不到这件事 你办不到这件事 你就不会有那个享受 心里面寂静住 也是一种 在我们程度来说 我们现在的程度来说 那是很高的一种享受 你要静坐能够有的相应 还是一个很高贵的事情 所以 如是寂灭心成就 如是善寂灭心成就 前面说是寂灭心成就 这个地方说是如是 就是前面这一段文 前面这段文这是有两个意思 这个从一开始 成知恩心 知报恩心 乃至到没有恶慢 善受教会得所者义 这是善心 下面说是如是寂灭心 这是一个善一个寂灭心 这两种心都成就了 不入定 心里面也是善 入定也是善 持阳准时 这是实体经上说的话 现在这个欲谢实体论这段文 又善知恩知报恩等 谁顺一要种种白法去成就 这一段文 准着 实体经论这段文来解释 比如说善心 即灭心 即善寂灭心 即善寂灭心 即是种种白法有之 就是实体经论说的那个善心 说那个寂灭心 善寂灭心 也就是这个欲谢实体论这段文 就是种种白法 就是这个说的 这是第七课 随身意要 功得龙胜 那就是种种白法 这一成就 这叫做功得龙胜 寻求上帝能修志业 发达精英 戴德安住 这是第八课 寻求上业发达精英 寻求上帝能修志业 这位他是第四帝 元慧帝 他的功德怎么样高了 但是他还不知足 他还需需求 寻求也就是需求 寻求再向上进步 因为还没成佛 他寻求是上进 寻求成就上帝的功德 但是上帝的功德 那就还想努力的修行 能修志业 他有堪能性 修习这个对志的这种直观的功德 功德业 发达精英 他能建立 就是大精英力 那就是他的功夫更高了 就是志的功夫也高深了 官的功夫也高深了 而这功夫的高深呢 是大精英力才能成就的 不是我们这个谢大印 谢大印是不及格了 戴德安住 他要努力就不会白努力啊 他就能成就这个 能行这个对志的直观的力量 他就能成就 能成就那个直观的功德 所以戴德安住 这是第八科下面第九科 修静异药 圣洁戒兴 由此因缘 所有益药 睁上益药 圣洁戒兴 即得成般 就是有前面的这些姻缘 就是他有殊胜的意药 有殊胜的意愿 因为你先要有愿 我希望有成就 你一定要这个愿 然后再能够发情精进 就会有成就 就是愿经果 我不想有成就 那就没事了 有愿而有行 有行而有果 因为他有此因缘 就是愿意 因为有愿的因缘 所以他就 所有的意药正上 意药圣洁皆行都能满足 都能够成就了 这段文 看这个批训剂的解释 所有医药 增上医药等着 是增上医药品 说 这在前面 离这里不太远 现在是48件 这个增上医药品 在47件里头 增上医药品说 菩萨欲诸有情 身心发起 七相联明 这个菩萨 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 欲诸有情对流转生死的苦恼言 身心发起 这个身心 通常来说 含蓄一点说 就是诚心 就是诚恳心 就是身心 但是那一段文 我又去读了一遍 是通于圣解形地的菩萨 也通于灯地的菩萨 证物法性的菩萨 那么这上面 圣解形地还算是 还是凡位 不是圣人 就是有凡 有圣的修行人 所以这个身心 就是可以做种种解释 是余诸有情 身心发起 七相联明 七个相貌的联明心 也就是七种联明 明善意药 吉善意药 那这就叫做善意药 和吉善意药 看在文上的意思 就是善意药 没有独生发言的时候 圣解形地的菩萨 他这个时候的内心的意药 就是善意药 要是已经 证物了法性 得无神发言以上的菩萨 出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向上的菩萨 那么他的意药呢 那就叫做吉善意药 就是有这样的不同 是零本四十七卷的九月那天解释的 四季此中所有意药 就是这里面说的有所有意药 所有意药 那也应该包括了正上意药 因为那里面有得无神还以上的圣族在内 那么就可以这么说了 明善意药 始终所有意药 又说 当之始终尽信未先 宅法未先 于诸佛法所有圣解 信解决定 世明不得正上意药 那在那一段文里边的后边 就是七项灵敏的后边 还有这个话 当之始终尽信未先 应该知道 这位圣者 这位修行人 他们内心里边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是尽信未先 就是有清净的信心 先要成就清净的信心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深可浅的解释 那么如果是纯是要圣者来说 那是德无神发言 见到第一地的人 成为敬信 先成就了敬信未先 宅法未先 这个净信未先 里边不单纯是信 其中也有绝宅 诸法实相的智慧 财法就是智慧 其中也有智慧的 就是有信 有信就有愿 有愿其中还有智慧 是愿诸佛法 所有圣节信节决定 这个净信和宅法的智慧 要再进一步 明白一点讲的就是 愿诸佛法 就是愿佛法 佛法就是阿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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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的前方辩 有力量的通达的智慧在里边 所有的圣节 不是那么单纯的事情 信节决定 在前面那一段文里边 那个信字是一个印字 三法印 印节决定 在印节你可以当做信节讲 就是信节 阿尔多勒三百三百地 决定 这是一定要得到 得无声发言以后才能决定 就是不动转 心结决定 世明菩萨 增上医药 这就叫做菩萨的增上医药 增上所有医药 增上医药 就是来解释这句话 世明菩萨 增上医药 就是特别有力量的 对佛法的通大无碍 有大智慧 灵本四十七卷 十页那是说的 前边是九页 这个是说十页 如是所有医药增上 如是所有医药增上医药 由圣解雇我习所成性 如是所有医药 前面说的 所有的 其种怜悯 就是其种医药 所有的医药 增上的医药 就是更进一步有大力量的医药 那就是如圣位的人的境界 由圣解雇 习所成性 由于这位圣者 他对佛法 对地 异地 他有深刻的理解 其实就是深刻的观察 就是修止观了 有圣解雇 有力量的观察 思维固 习所成性 他不断地这样修止观 习就是说说的 不断的 相续不断的 这样修止观 你这样子 内心里面 子而又观 观而又止 他就是栽培了一种 强大的功能 这就叫做 世明圣解戒性 这个戒当因子讲 由于你修止观的圣解 就是在你的心里面 栽培了善根 就是圣解的因性 由圣解的因 而栽培了 栽培了 这个止观的力量 此由前说 发大精进 前边文上说是 能修志业 发大精进 发大精进 是一种行动 精进是行动 愿行果 这个精进是属于行 是行 愿而后行 再叫做精进 由于前边文上说 说这位菩萨能修志业的 修志业的时候 有大精进 为其因缘 这精进 那也就是这里面说的 圣解 圣解 圣解戒性 也就是 努力的修止观 使用它的道力增长了 为其因缘 故得圆满 所以是 圣解戒性 结的圆满 就是善根 栽培的 由大精进的关系 越来越圆满了 由是因缘 一切外道 种种魔君 圣教怨敌 不能应夺 不能行动 这是第十可 魔怨无动 由于这位菩萨发大精进 他能够圣解 戒性 结得圆满的关系 一切外道 佛法以外道 佛法以外的那些 普通信仰的人 另一种 种种的魔君 各式各样的魔王 障碍修行的人 魔君 圣教怨敌 一切外道和种种魔君 这是在圣教里 用功修行的人的怨敌 他们是修行人的怨家 是修行人的敌人 不能应夺 他们不能障碍 就是这位菩萨 能这样用功修行的关系 这些怨敌 不能障碍 不能行动 不能动摇 这位菩萨的用 他们修之观的事情 他不能动摇 这可见 这用功修行的时候 到了德无声发言的圣者 还有这些事情 看菩萨 一切外道 种种魔君等者 持有前说 圣节 借性 圆满 为其因缘 务比一切 不能应夺 不能轻动 如果是你不能发达精进的话 那可能他还要来和你做怨家了 广见诸佛 善根清静 广说如前 这是第四一课 善根清静 分两课 第一课 总变善根 又分两课 第一课 是指通前 这位菩萨 广见诸佛 善根清静 他能看见 能见很多佛 这个见很多佛的事情 就是 他要入定以后 就能见佛 当然是他要愿见 他想要见佛 他在定里面 就可以见到佛 当然你出现在佛世间 与佛同在一个世界 佛也在世界 那这时候 见佛也比较容易 佛已经灭度了 但是对于这位 德无声发言的佛 没有这回事情 他没有佛灭度这回事情 他只要入定的时候 他想要见到佛 就能见到 所以他广见诸佛 能看见很多佛 广见诸佛 善根清静 所以这个人 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他所栽培的信介文社会 所栽培的信经验定会 所栽培的六波罗蜜 所有的功德 都是清静 无言无敌 都有无所得的智慧的状元 所以是清静的 广说如前 广说这件事 如前面到触及起地的 如前面影子其向 我们现在是 我是末法时代 佛已经入涅槃了 但是要是我们肯努力地用功修行 达到这个程度 那就没有佛涅槃这回事情 也没有像一般的 这个大小乘的争论的事情 因为你随时可以见佛 就这种情形 假设说你是现在的情形 如果你已经往生到佛世界去 那是另一回事 或者是你生到天上 你不在眼间 你在天上去 你生到都帅天 或者不是都帅天 是道理天也是一样 你要是得了无声发言的话 在天上也是一样 随时可以见到佛 不但是见米脸菩萨 是有这个事情 要是我们能达到这个问 达到这个时候 达到这个程度了 那的确是静信为先 窄法为先 欲诸佛法所有圣洁 信洁决定 没有这些虚妄分别的事情 词差别者 未如世间 善巧工匠 这下面是第二个 叫欲差别 词差别者 就是前边 比如说积极地 也是建国 比如说积极地 而离构地 三发光地 四延晦地 都是建国 但是还是有着差别的 什么差别呢 未如世间 善巧的工匠 一所炼金 做庄严剧 所逃炼的这个金 做这个庄严的器具 这些装饰品 非于为做庄严剧金 这所应多 不是其他的 为做庄严剧的金 所能相比较的 不同不一样 如世始终菩萨善根 前面这是说的比喻 现在正面的来说 它的差别 这个比喻是如是 慈中的菩萨的善根 比喻什么 比喻菩萨所摘配的善根 他现在的定力 他现在的智慧 非于安住凡住菩萨 所有善根所能应多 不是其他的 他还安住在凡位的菩萨 所有的善根 所能比对的 所能积的 凡位不是善根 你的信金 信金念念会 我的信金念念会 那是不能和你比的 比不上你 这是 这是第一个 总辩善根 这下面第二个 别欲善愧根 如摩尼宝所放的光明 非于宝珠所能应多 其他的宝珠所放的光明 不能比例 一切世间风水雨等 世间的风 世间的水 世间的雨等 不能断灭所放光明 他不能障碍摩尼宝所放的光明 如是始终菩萨所有的智慧的光明 一切声闻及独角灯 不能影多 这位菩萨是严晦第四地 不是第六地 第七地 第八地 第四地 他的智慧光明 一切声闻及独角灯 都不能和他比 那这个声闻 那么初五国二国三国四国都是声闻 都比之父 独角是比之父 他们的智慧 那还不能和这个菩萨比 一切魔怨不能断灭 一切的魔 不管是人间的魔 天上的魔 所有这些怨家 都不能障碍这位菩萨的光明 这是第四一颗 善根的清净的相貌 下面第四二颗 受生 受生多作 书业摩天王 散化友情 令其除灭 杀家也见 这位菩萨 他在眼前用功修行 如果他是受生 到别的世界受生的时候 是做什么样的清净 多作书业摩天王 就是在道理天王一上 道理天之上 在这个都帅天之下 那叫做书业摩天 他在那个天里做天王 他有什么样的能力 散化友情 令其除灭 杀家也见 他能散巧地叫化众生 使令众生除灭 恶见 破除恶见 恶见是最难破的 但是他有散巧方便 叫化他 能破除恶见 所有威力于先注重 这是第三颗威力 所有威力于前注重 所百千数 所以这位菩萨 他做天王 他的威力有多大呢 于前注重 在前边那位 就是增上心注 积息注 增上戒注 增上心注 是增上心注 于前注中 说百千数 他的威力 是用百千数 来形容的 当时始终 说句子书 到了这位 第四 严慧地菩萨 就是脚分相应 增上慧注 他的这个威力 用巨子数 来形容 巨子 有两个翻译 一个翻译 是千万 一个翻译 翻为亿 这个印度的亿 也就是十万为亿 百万为亿 千万为亿 那么说翻个亿 也就是千万 千万也就是亿 但是在中国 是万万成为亿 现在在上面说是 那就是四种亿 十万 百万 千万 万万 现在多数以千万为亿 大智 十四名廖说菩萨 脚分相应 正常慧注 是第二颗 前边那十三颗是别变相 是一条一条的说明着脚分相应正常慧注的相报 现在是第二颗 结略意 用这个要义来结束这一段文 当时四名廖说菩萨脚分相应正常慧注 略说怎么说呢 为法明入成满得入固 为法明入成满得入固 这是第一大课的名字 就是用这个 就是这里说的 成熟智固是第二颗 修习菩提奋法是第三颗 沙街野剑等一切执着动乱断固 这是第四颗 治业开业远离西进固 这是第五颗 由是因缘心条游固 这是第六颗 随顺功德结农圣固 这是第七颗 第六颗 医所寻求修治地业发达精进固 由是因缘所有义要正上义要圣洁戒心 净修智固 这是一颗 由是因缘一些圣教所有怨敌 不能用逻辑 清动谷 这又一段 善根清静谷 这又是一段 受身谷为利谷 这是最后的 一共是十三颗 这是略说 要义说完了 要广宣说 如诗地经 严慧地说 这是广子 这是第二颗广子 三颗 第一颗是指 要广宣说 这位增上慧祝的志功德 如十地经上 严慧地 那里面有广说他的事情 这是指到 十地经上去 下面第二颗解释 于此地中菩提奋法 如实至宴 能称正法 教会照明 这是解释 解释他的药 于此地中 这个严慧地 是菩提奋法 如实至宴 就是三十七菩提奋法 这是真实的智慧 就是在禅定里面 能够照见 诸法十项智慧 这就是大光明 这个光明 是能成正法 教会 照明 它能够成立 其实能成立 就是安利 能宣扬正法 这个智慧能宣扬正法 它这个智慧 能照明第一地 也能照明一些众生的 于此 破除众生的于此 于此地中菩提奋法 能称正法 教会照明 事故此地名言慧地 所以这个 此地 有名字为言慧地 就是它的光明 大字为 很殊胜 又记彼地 此中说明 缴奋相应正法会主 这是第三颗是配 所以在实地经上说 叫做言慧地 又记彼言慧地 在预切实地论里面说 叫做缴奋相应正法会主 他们两个是一回事 云和菩萨诸地 相应正法会主 这是第六颗 朱蒂先生正法会主 分两颗 第一颗是问 怎么叫做菩萨 朱蒂先生正法会主 这个地方怎么解释 这个问 下边第二颗是回答 分两颗 第一颗是略说 第一颗是别变相 分四颗 第一颗是平等 异要 成满得入 这又分三颗 第一颗名正入 这又分三颗名正法会主 魏诸菩萨 先于脚分相应正上会主 这么多的圣者 先不是现在 以前 他学习三十七道品 相应 又成就了正上的智慧 他是安住在第一地的 在那个时候 已得十种平等 清净的医药 成就了十种平等 清净的大智慧 由比平等清净的医药 成上品固 由于那位菩萨 在那个时候 他平等清净的医药 修行地达到殊胜的境界 成上品 由下品而中品 由中品而上品 极圆满固 那个平等清净的医药 达到极圆满的缘固 超过的正上会主 正上会主 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是缴分 正上会主 超过了缴分 相应正上会主 正如第二正上会主 他就是正如了 进一步 正如了第二个 就是这个 朱棣相应正上会主 为什么 朱棣相应正上会主 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就是从缴分 相应正上会主 从那里进一步 成就这个地 朱棣相应正上会主 这是明正如 十种平等清净医药 所有文词如气经说 应知其相 在第二个 紫经说 那十种平等清净之中的医药 是怎么清净医药 这里面指经说 就是这里没有讲 就指到实地经上去了 十种平等清净医药的文词 文句 语言文字的 十种平等清净医药 如气经说 如华严经 实地品说的 你到那里读一读 你就会明白了 影子其相 看这个批寻医药 十种平等清净之上 所有文词等着 实地经说 要菩萨得第四菩萨地 善满诸心已 欲入第五菩萨地 当以实平等 深净心得入第五菩萨地 就是那个 那个第四菩萨地 这十种平等清净医药 到圆满的时候 就入了第五菩萨地 就正入第五菩萨地了 那里实平等 深净心 是什么呢 何等为实 问这件事 先问这件事 以过去佛法 平等深净心 第一个清净平等意义 清净意义 就是过去已经 不是现在 过去了的佛 过去了的佛 所证悟的阿多勒三百三菩地 平等深净心 他是和现在佛 未来佛 都是平等的 当然那个阿多勒三百三菩地 是要深深的清净心 才能相应的 这样的佛法只是平等的 这是一种 而未来佛法平等 深净心果 这个佛不只是过去佛 还有未来佛 未来佛 现在还没有出现 但是他也相信 但是他也相信 他也相信 未来佛的阿多勒三百三菩地 和过去佛也是平等的 也是一样 也是平等深净心果 也是这样的 现在佛法平等深净心果 这个不是过去 也不是未来 是现在 在世间度化众生的佛 他的阿多勒三百三菩地 与过去佛 与未来佛 也都是平等的 也都是深深的清净心的境界 这是三世佛都是平等的 能够做如是观 是戒净平等 深净心果 这是第四种清净 戒净平等 这个所受的这个 舍善法戒 舍利于戒 舍众生戒 这个戒的清净 也是达到了第一地 达到那里 也是三世佛都是平等的 于切法都是平等的 也是深深清净心的境界 第五是心净 心净平等 深净心果 前面是戒净 这下面说心净 就是定 前面是戒净是戒 这个心净就是定 戒定慧 这个心净 就是你的定力 你这个定力 这个舍魔陀的清净 也是平等 深净心果 也是在第一地那里来 来全死的 也是平等 深净心果 六 初见 以悔 净 平等 深净心果 这个前面是戒 是定 这个面就是慧 你成就了 见第一地的慧 就是破出去这个见 破出这个恶见 恶所见 破出去一切的 常见 断见 一切的 协知协见 初见 初一 没得圣道的时候 你对佛法还有疑惑的 得了圣道 得到了清净般若的智慧 这个时候 也是没有 疑惑的 疑惑也没了 就是我们通常 未得圣道的人 尤其是 资良位的 资良位的佛教徒 正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他对于苦地灭道的道理 是什么回事 对于佛法上的境界 心里面不肯定 都是有意义的 但是德无声发言的时候 就没这些事 就是成就了 第一地的智慧的时候 没有这个见 也没有依悔 这是心清净 见依悔 净平等 深净心悟 也是都是第一地的境界 是无差别的 其道非道志 净平等 深净心悟 这个初得无声发言的时候 是得到了清净的心 心境灵慧 但是烦恼没有完全出断 还有出几几地断了分别的烦恼 但是巨生的烦恼还在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内心 这个圣子内心里面 有道也有非道 有戒定慧的清净的泄脱境界 但是也有非道的 这个祸夜苦的事情还是有的 这个道非道 但是他通达 通达无碍 知道这件事 知道这一念心 现在是道是非道 能够学习这个道 而弃色这个非道 能有这种堪能性 所以道非道志 自尽 平等 深净心 也是达到第一地的 把行断 自尽 平等 深净心 这个行 就是修行 大家都是得圣道 但是有的差别 有差别 这要是按前摆的说 我们容易懂 比如说是 有圣解行地 有资良位 家行位 到剑道位的时候 大概的说 有四种差别 有四种行 这种行就是 有地人 没得四禅 他修圣摩陀 但是他没得到舍戒定 没得到舍戒四禅 他是在未到地定里面 修至关的 那么这叫做苦 没得舍戒四禅 叫做苦 这是苦 但是另外一种情形 就是根性有利 有顿 有的因根性利 有的因根性顿 虽然大家都没得四禅 可是有利 有顿的差别 如果是顿根仁 他在舍戒里面 修至关 他就会慢一点 叫做苦持通行 苦 没得舍戒四禅 叫做苦 他是顿根仁 所以叫吃 他就在未到地定里面 修至关 他的圣道 要慢一点 苦持通行 通道 到独圣发言 小乘佛法修行 是这样的 大乘佛法修行 也是一样 也有利 有顿差别 这是第一个心 苦持通行 第二个是苦 苦述通行 苦树通行 就是这个也是 昧得舍戒四禅 但他也是在 未到地定里面 修至关 可是人家 根性利一点 他健身不懈怠 他不怕苦 不怕高寒 用努力修行 栽培得善根力 勇猛一点 他今生会苦恕通行 他会快一点 得无声发言 这是第二种 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 乐持通行 第三种 乐持通行 这个乐 就是这位修行人 他得到舍戒四禅了 但是他得到舍戒四禅 当然是很好了 但是这根性也是顿地音 所以是乐持通行 他对 和利根性对比 他还是慢一点 还是慢一点 当然是比那个 魅德式经历的音 还是会快一点的 这是乐持通行 乐是表示得到舍戒四禅了 所以他有这个乐 但是根性顿的关系 还是会慢一点的 得无声发言 这就是乐持 持顿的是乐持通行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是乐树通行 就是这个人不但是成就了舍戒四禅 他有乐 而他根性也利 根性利实在来说 就是伯尔的智慧 智慧强 他很快地得无声发言 他就会快一点 叫做乐数通行 所以这个行 道非道至尽平等身经心骨 这个行断至尽平等身经心骨 这个行有这四种行 有这四种行 有这四种行的时候 是由圣戒行地到见到位的时候有这个差别 可是到这个时候以后改变了 他一定 他没得到舍戒四禅 应该努力地得到舍戒四禅 所以他是顿根 他一定得转根 转变 把自己的顿根转成利根 那就完全都是大家一样 都是乐数通行 他又出地 二地 三地 这种东西向前进 这样子 所以这个行断至尽平等身经心骨 所以这四种行 那三种行都取消了 就大家都是乐数通行 向前进的时候都是这样子 所以叫做断 行断至尽平等身经心骨 这是有这样的差别 九 施量一切菩提奋法 上上尽平等身经心骨 这是第九个 施量一切菩提奋法 施量一切菩提奋法 我们说三十七大品是菩提奋法 六波罗蜜也是菩提奋法 所以一切的菩提奋法 上上进 就是上而又上 上而又上 向前进步 都是以波尔波罗蜜为导手 都是平等身经心骨 这是越来越深 这个初开始 施量一切菩提奋法 有建筑法实相的智慧 但是到初第二第三第四第 这个诸法实相的智慧也是不同 也有差别 所以是上上 上上尽 平等身经心骨 实化度一切众生 尽平等身经心骨 前面是说自己用功修行的境界 这上面第十是化度一切众生 他的大背心教化一切众生 当然从初欢喜地就开始了 不是说到第四地 到五地 到六地才开始 就是化度教化一切众生 也是特别清净的大背心 比无相波尔相应的大背心 也是平等身经心骨 这前面呢 这是十地经说 诸佛指菩萨意识 十种平等身经心 得入第五菩萨地 这是十地经说 这个 是金刚藏 十地经是金刚藏 金刚藏 说到这里 他说诸佛指 菩萨意识 十种平等身经心 得入第五菩萨地 五难圣地 金子彼经 故说英之 现在这个 欲谢世代论的文 是指彼 十地经 所以说英之其向 应该这么说 为五等觉 于诸觉等 超过所欲 诸有情界 既意诸法 如其平等 当之世明 十种平等 请尽 亦要略所说意 这是第三可 明略意 第一可 身以平等意 要成满得 如分善可 第一可明正如 第二可 止经说 现在第三可 明略意 为五等觉 于诸觉等 这个是明略意 明说十地经的 说那十平等的要义 明略略意 就是要义 说那个十平等的要义 第一句 为五等觉 于诸觉等 超过所欲 诸有情界 既意诸法 如其平等 当之世明 十种平等情 亦要略所说意 看这个批语记的解释 为五等觉等者 经说过去 未来现在 佛法平等 身敬心骨 既此五等觉 这个于诸觉思提论 这句话 五等觉这句话 就是把那个 《思提经》说 那个三世诸佛的 平等神经 一样 就是这一句话 就是把那三句话 要义说出来了 既此五等觉 这个五字 下面有解释 经说所欲 无诸角等于 无诸角等于 就是这个 这一句水底论这个文 就是 为无等觉 于诸角等 就这句话 这句话就把那七句话 大义说完 大义说完了 大义说完了 这样意思 随顺诸佛法 这位菩萨所修行的 不能说他就是佛的无上菩提 诸佛法就是无上菩提 虽然不能说他就是 但是他随顺 他随顺 项于无上菩提 是无上菩提的因 随顺诸佛法 总说一切 明诸角等 所以就这么解释了 诸角等 他也是角 也是角 诸佛法是项了 于诸等角 既诸角等 不起分别 说明为无 这个无字是关下来 为无等角于 是无诸角等 这个无字 等角也无 诸角也无 是这么意思 这个无字怎么解释呢 就是无分别的意思 不起分别 当然 各式各样的差别的功德 但是也平等 这是寄灭相 在寄灭相上 是无分别的 所以叫做无 这个无字怎么讲 把这两句话讲完了 有史起超过 普特嘎罗尔曼 即法尔曼 于比有情 既于诸法 如是通达 无有正天 世明如其平等 现在解释下面这句句话 就是超过 所欲 诸有情界 既于诸法 主既平等 解释这句话 这句话怎么讲呢 有史超过 就是由于这位菩萨 他能够通过 三世佛法 乃至诸角等 都是寄灭相 都是寄灭相 因为他有这样的大智慧的 般若的力量 所以超过了 普特嘎罗 超过额曼 超过所欲 最有情界 他这个意思 超过普特嘎罗 普特嘎罗是额 就是说取取是额 就是超过了额的执照 超过了额曼的执照 下文那句话 记诸法等 诸法那句话 记法额 就是在一切法上 也是记没想 就是记没想 不知遭 不是有所得的 这句话这么讲 于比有情 记诸法 如实通道 就是对一切有情 连自己也在内 记一切法 所受显示 一样而逼之身 乃至所有 这一切法 如实通道 无有诚言 都是真实的通道 都是记没想 记没想里边 没有证也没有解的差别 是明如其平等 如其平等就这么讲 此记此彼 清静异要 明平等异 这就是解释 那个平等异要 清静异要 实在就是平等的意思 就是寂灭相的意思 这就是把这一段文 完全解释完了 当之世明 十种平等 清静异要 略是所异 下面是第二个 善巧方便 观察诸地 分两颗 第一颗 止经说 如是菩萨 住此注中 多分 稀求 至书 圣性 这位菩萨 他住在诸地相应 亦能争上会住在这里 多分 希求 至书生性 多数 他的内心里面就是希望成就殊胜的智慧 就是波尔波罗密 成就这个智慧 当然不是说全部的 当然也希望这个神魅也能争上 于是圣地有十形象 如是了之 这个至书圣性是指什么说的呢 就是于是圣地 这位菩萨对于苦惧灭达的四圣地 他有十种的形象去通达这个四圣地 这就是至书圣性 就是这样意思 一切文字如气经说 应知其象 那十种形象 由十种形象去通达四圣地 那个文句是什么样子呢 如气经说 如实地经说 应知其象的 这由是指到 指到实地经上去了 看这批圈记 于是圣地 由实形象 如实了之 这一段文 实地经说 是菩萨 如实之 是苦圣地 这位菩萨 实地经怎么讲 这位菩萨 他如实之 他不是 虚妄的去分别 他是真实是有智慧 知道这是苦圣地 是苦极地 这是第二极地 我们要是我们 你要唱修指观去 去如理作义的话 你分别什么叫做苦 什么叫做苦 什么叫做有苦 什么叫做无苦 是让你真实去分别的 就是你一念的虚妄分别性 就是苦 你要没有这个分别 就没有苦 你仔细地去思维观察 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不会说 你怎么打我 叫我苦 我现在的头昏 是你打我 令我头昏的 其实要是自己的 你要是修指观的时候 不是 是自己的需要分别 你打我了 你骂我了 你通我过不去 所以是令我苦恼 实在不是 你还真是 常常修指观的时候 不是什么事 是自己的需要分别 所以这个 这位菩萨 他如实知道 这是苦圣地 这是苦基地 知道这件事 是苦灭地 这个苦灭了 什么叫做苦灭地 就是你没有虚妄分别 苦就没有了 如实知 实知灭 苦到圣地 你要修这个圣道的时候 就把这个苦就灭了 当然是有个距离的 所以有加个字字 是菩萨善知四地 善知第一地 这位菩萨 他常常修指观的时候 他善于 他知道什么叫做四地 苦地 极地 就是四地 就是四书地 善知第一地 这个灭地 道地 就是第一地 你想要到第一地 你要修小圣道 见到诸法寂灭相 那就是第一地了 这么讲 善知相地 善知差别地 善知相地 你在修指观的时候 你就知道 苦极是生死流转的相貌 这个极灭 灭地和道地 是生死还灭的相貌 这是什么事 善知差别地 就是相里边 苦极是生死流转的相貌 苦是果 极是因 有因果的差别 涅槃还灭 还灭的也以灭道 道是因灭是果 他还也是有些差别的 善知说成的 苦极灭道四地 是由言说安利的 成就是言说 也就是安利的 由言说告诉 佛菩萨的大智慧 告诉我们 苦 此时苦 此时疾 此时灭 此时道 大家有略说 有广说 善知四地 我们由佛菩萨的法语的言说 我们才冲打 苦极是生死流转的事情 灭道是出世间的 得涅槃的事情 都是有言说安利的 所以是要是 善知生地 善知进入生之地 那个苦极 就是生 本来没有生死 就是因为你有极地 有苦地 这个生是在现前的 善知 进入生之 这个灭地和道地 实在就是 就是进之和无生之 这两个智慧 这个进之 就是把这个货业灭掉了 这个灭地 就是没有生死果报了 就是这么一个境界 善知令入 善知令入道之地 这当然是 由佛菩萨的法语 的教导 我们随顺佛陀的法语 去用功修行去 我们就可以 气如圣道 这是 苦极灭掉世地 就是这么意思 善知一切 菩萨地 次地 成就地 我们学习 苦极灭掉世地 也就是菩萨地 也就是菩萨 有初地 二地 三地 南朝地 四地 次地 也都是从这里成就地 次地成就地 既善知及如来知地 我们不知道佛的智慧是什么事 其实它也是有苦极灭掉世地的学习 逐渐地就集成了佛的大智慧 也是有苦极灭掉这方面学习的 此事圣地既比经说 是苦圣地乃至是道圣地 现在这个 欲切实论文的第一句 于是圣地 这句话 既比十地经说的 是苦圣地乃至是道圣地 就是那四句话 此诗形象既比经说 四地为处 这里说 于是圣地这句话 下面有诗形象 诗形象既比十地经说的 这是四地 那第一句话 善知四地 善知第一地这一下 乃至到最后 一切菩萨地 次地成就地 既集如来知地为后 就是那十项 就是这十项说的 这是 此经说 这一段说完了 下面第二课 名略译 为一小物他 一字内字 一句处所 名为此说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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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切实的论 解释前面这一段话 一小物他 佛陀这样讲 讲四地 在四地经上说 讲四地 又讲四种形象 这是根据什么说的 为一物他 就是根据佛陀的大慈悲 要小物众生 所以说十形象 所以四地有十个相貌 一字内字 一字内字 就根据是根据自己内心的 教悟是圣地 而需要圣道 一字内字 一个态度 以小物他 一个态度 或者说是 这位圣者 这佛教徒 自己需要圣道 你自己用修行 就是四生地就好了 但是你要为小物他 要说十形象 就是这样 一句说说 就是一个内 一个外 总和起来说 名为此 就是这么说的 有说是圣地 有说四种形象的 一于契经 调伏本母 名有此说 一于契经 契经 就是经 调伏 就是律 本母就是论 经理论 说这个 这个四圣地也好 十形象也好 略说就是四圣地 广说就是十形象 这两种说法 从什么地方来的 就是一于契经 就从经理论里边说的 有此说 有经理论里边这么说的 就是这么意思 一于现在 重苦 自信 一于未来苦因生性 这下边呢 前面是说了一个 为此说 有此说 这两个 两个说法 现在这有第三个说法 一于现在 重苦 这个 这个一 在这里也可以说是依据 也可以说是因为 因为 流转生死的众生 他现在 不说过去 不说未来 他就在众多的苦恼里边 生活 这个自信 就是苦的体性 所以这是说苦的 苦的根据什么说的 就是在生死苦里面 生不到苦 生老病死苦 就是这么多的苦 一于未来 苦因生性 因为众生 他受苦 他在苦里面生活 他不老实 他还要 去烦恼 还要照业 他内心里面 常常有烦恼 常常有烦恼的活动 这就是未来还要受苦 是未来得苦的原因 这就是极地了 一于因尽 彼尽 无生性 就是因为 这位佛教徒 他相信佛法 需要圣道了 一于因尽 他把这个烦恼和业力 消灭了 这个因没有了 果也没有了 生死苦的果报也没有了 这个生死想也是 入狱不胜不灭了 那么这就是灭地 苦机灭到的灭地 一于修习彼断 方便性 明如此说 因为众生 这个佛教徒 他精进 他不懈怠 他肯修习 道地 修习道地 是什么呢 笔断 方面 就是断出去 获业苦 的方法 他修习 断灭 获业苦 的方法 那么就是 戒定会了 就是道地 这就是道地了 明这些人 如此说 如此地 说出了苦 灭到 但是世明十种形象 世圣地之 所有略意 这一段文实在就是三个态度 三个方法 说出世圣地 所以你应该知道这四种形象就是世圣地之的要义 所有的要义 就是这样意思 看这个批询集 威小物他等着 持终略意 非说世圣地之 四种形象 这里边呢 只是说一个要义 不是广说世圣地的 那个相保 是四种形象的相保 不是广说那件事 言是笔至 所有的料说 就是世圣地之 十种形象也是 就是笔至的要义 这样说 言以小物他者 事迹十种形象的略意 由此一切能输他故 因为你这用这个十种形象来解释 世圣地 可以成熟他人的 修修圣道的 因缘 能成熟学圣道的 言缘故 言以至内至者 是即世圣地之的要义 你学习世圣地的时候 你就会有得圣道的智慧 知了义 欲比一切如实之故 你就能比对那个世圣地 加上世圣地形象也可以 也在内了 就能真实地冲达他的要义了 言以俱出所者 你怎么讲 你世纪总数十项 世圣地之的要义 略意 以他一致而生其故 也是以他 就是开始他 一致 以自己用功修小事圣地得智慧 而生其故 才生起这两个方式 为此一切 世故宣说 名为此说 第一段 名为此说 说这句话 为此一切 就是为了这一点 你宣说这个世圣地 和这个世一切 四种形象 教无众生 世故宣说 为此说 就是这样说 言弃经调伏本母者 此显佛教 由世使射建立相 这是显示佛法 在世上 在因缘的世相上的安利 安利的相貌 这一类叫做弃经 这一类叫做调伏 这一类叫做本母 以此三世 总是一切诸佛的言教故 由此三世而有所说 由此三世 才宣说世圣地 和世中形象 名由此说 言以于现在 重苦自信 等的最后这一段 以此为以如此 如其次地 建立这个世圣地的差别 如其自信 而宣说 如苦即灭到的自信 去宣说 所以叫做如此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